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大件事为什么没有人说呢 现在就开始说你们这对小夫妻了 乡麟和陈平进 乡麟你自己身体有些毛病 肺纤维 其实是皮肌炎影响到肺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其实就是肺炎 那就怕了 好了 那你们怎样去衡量 怕这个新冠肺炎影响你的肺 怕接种这个疫苗会有副作用 之间你们怎样取得这个平衡呢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做演员会接触很多人 还有我们拍剧的时候 也不能戴口罩 那我们想为了自己保护自己 或者我要保护其他人 因为我很怕我身体弱 大机会会中毒 所以我们两个决定 有疫苗我们都要快点打了 还有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公司接触这么多人 我自己都照顾不到自己 有什么事令到那个剧组 可能要停14天 那怎样呢 还有我觉得 这一句纯粹是我个人意见 我觉得打疫苗 这个是社会责任 我觉得我应该去打 我新鲜事着 问准医生我就去打 其实就是这个 你自身的考虑 正正就是带出了 其实在我们接不接种疫苗 哪些人应该接种 哪些人不应该接种 里面其实本身有一个矛盾 大家一定要明白的 医学里面很多东西都有矛盾 自己有长期病 你第一去接种那个疫苗 那个风险 说得出来 当然知道会比其他的人大一点 但是感染了那个病 你的风险也会大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提出 长期病是一定要小心 但是以后拿回一个平衡 就是如果长期病患里面 你本身是控制得好的 这样就能打得 那香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她已经谘询了 她自己相关的那个专科的医生 所以你的信心就会很大 是 有很多病也是没有病征的 所以其实到了某个年纪 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 其实在家庭医生那里 就是多点谈 然后有必要时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验 有些人真的自己血压高 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相信那个信息很清楚 平时我们应该注重 自己的身体健康 留意一些警号 如果我们有什么事的话 你知道自己的底是如何 第二件事 长期病患最终都是要 咨询医生拿一个平衡 我同意高医生所说的 但是有一个时间性问题 因为皮肌炎很多时候 很可能是用到类固醇 去控制病情 也在乎类固醇的分量 以至影响到你本身的免疫力 如果你免疫力低的时候 打疫苗 你的效用就可能会减少一点 所以这个是需要和医生相讨的 你的分量多少 平衡多少 时间是什么最好 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资料 才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时间 我想说 比如一些免疫力 有缺陷的人士 其实现在我们引入那两个疫苗 其实都是可以接种的 其实你在说免疫力这件事 我又开始去想 Roxanne Roxanne就说她有敏感 敏感这两个字 其实就是可大可小 可圈可点 都不知道什么敏感 那怎么打呢 好了 敏感这件事 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很多香港的市民 其实有的一些 就是经常都中招的东西 那四位 其实都是应用在所谓敏感的情况上面 究竟是什么敏感 那我相信 你如果看回它不同的疫苗本身 它会特别指出 有一些物质在那个疫苗里面 如果你敏感是一定不能用的 那第二样就是说 如果你过往是接种疫苗 有严重的反应 也都是不行的 譬如你打了第一剂 有过敏 第二剂又不能打了 那所以我相信 这个严重性很重要 而不是说我们普通的一些 就是鼻敏感或者普通的一些 一些轻微的皮肤敏感 其实是的 他说那个敏感 其实不要以为是敏感 都不能接种 我们说的是严重敏感 那什么叫严重敏感 就是说 无论是食物 或者一些其他药物 甚至乎其他疫苗 曾经试过那个喉咙肿脏 甚至乎呼吸困难 要入院 要接种一些 我们叫做 腎上腺素 要急救 这些叫做严重敏感 但你轻微的皮肤有点红 有点痕 那些就不算是严重敏感 我想提及 敏感是来自抗原 你身体对抗原的一个敏感作用 那你平常所预见的抗原 多数不是你在疫苗上高所预见的抗原 要看那个疫苗本身有什么内容 简单 用一个我们时常刚才说的 mRNA 它只是一个所谓的 纳米脂肪质 包住mRNA 那你对mRNA 敏感的机会率是很低的 你有机会对纳米脂肪质有敏感 而比起另外一些的灭活疫苗 你很可能是培养过程中 就是会有一些抗原留在 譬如他如果需要用到蛋或者蛋白 如果你对蛋有敏感 可能机会就高了一点 所以你要问清楚 抗原和你选择那个疫苗里面 有没有那个抗原的可能性 核糖酸疫苗 就是mRNA疫苗 我们在当中有一种物质 叫做罪悦异醇 PEG 这种就是较容易 令到人们接种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怎样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 就是这些PEG 如果你是曾几何时打遮影剂 去照素描的时候 是曾几何时真的试过有过敏性反应 你很大机会可能有这种物质的敏感 例如我们照抢镜的时候 可能要喝一些射水 清肠胃 而你发觉喝完之后 你又真的试过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你很大机会 就有机会对这些我们讲的PEG 所以我想要看你自己过去的经历 有没有这些相关的情况出现 然后如果你有怀疑 都是要问一问医生 刚刚高医生有说到 如果打了第一个疫苗敏感 那我是否应该打另外一些疫苗呢 或者相隔的时间应该相隔多久呢 其实我相信医学界就会觉得 如果你过往打任何的疫苗 有严重的反应 我不是讲一些普通的反应 譬如打了流感疫苗 很多人这里会有一些肿胀 那些这样的反应 不是叫做严重的反应 但如果你打了任何的疫苗 有严重的反应 其实我相信你以后再要打其他疫苗 就要更加小心 所以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咨询医生 但是我不会觉得你很短时间 立刻就要转到其他疫苗来打 即未必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好了 关于敏感的事情 我就开始清楚一点 我开始了解一下 但是接下来 我想要交给Hidy 问一下我们的业界 是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行业 这个是三高、糖尿等 都是很影响他们的 对,跟盛哥谈过 他就说他们也有些代表 不一定是长期病患 但刚才的蛋哥说 三高必定有 好像六十岁或以上 就一定碰到这几样东西 那他们是否需要先做身体检查 或者如何去决定 都是说一句 就是如果你本身很清楚 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跟你的医生沟通清楚 是你没有问题的 又定时定后会做身体检查 就是我说起码抽血的检查 没有任何相关的病征 那很多时候 那些病人都会问我 什么病征 我糖尿病 我怎知道自己好不好 你问回自己 你会不会整天都很口渴 要整天都要去洗手间 晚上去很多次洗手 就是从病征出发 你已经知道自己控制得好不好 好了 如果你没有的 但问题是 我很想知道一些 比较客观的标准 那我们自不然 可能就要看看 糖化血糖素 控制成什么 就是HBA1C 就是看我们的糖尿控制 那当然 血压自不然 就是靠你自己 平时有没有很努力 去看着自己的血压 那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 就是可以看着 或者我个人一点去回答你 我六十岁 我有1.5的高 但是呢 我相信自己控制得相当之不错的时候 我去打疫苗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是有某程度把握 知道你这些情况受控制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不大 好 谢谢 霞阿柏 这么大件事 为什么没有人说呢 就跟着说现在的疫苗 其实有这么多只 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 都帮助饰到 相伤的 万能安全